依次生命之灯应热情而点燃,生命之周应盼薄而前行。 义务我们不能总是生活在自己的想象之中,不能虚幻以设想。 如果自己去做某一件事一定会比别人做得好。 在想象之后,更加重要的是把思想转化为行动,你步一步必去接近目标。 16.只有在落魄时候才懂,愿拉你一把的人和其少,只有在最穷时才懂。 在好的感情也难遗现时,人不贪却都怕失苦。 只有在漫长生活才懂,浪漫已忍耐难,人愿能爱你却少人愿忍你。 17.只有行动才能抚平梦想带来的躁动不安。 我们认定了只要奋斗。 一切都还有希望,毕竟我们还年轻。 于是,我们每日每夜的飘灯苦战,在旅途中挥洒着热血。 然而总有些人会背道而驰。 18.成功与失败是赋予每个人公平的待遇。 成功没有顶点,你越努力爬的越高。 失败也没有不底,你越放弃越下作。 不珍惜今天你会失去明天,不去耕耘永无收获。 依旧生命有期限,但当你不断地进行自我探索, 在努力中完善自己的时候,跟人相处之时,不断地调整自己。 你就会发现,生命也是无止境的。 可以无止境的。 你可以去向美好。 老苏梅叫的是粉丝也按赞。 追踪优质好文。 www.face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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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馨,改人,立志会,管家,社团。 阅读,立志小品 www.facebook.com 完全不受别人影响的人,并不是强大的表现,反而是另一种封闭。 生命的内核是脆弱的,是经不起回敲的。 就像知能单向思考一样,这是在用自以为式的姿态拒绝,让自己的生命向更美好的状态趋尽。 21. 人之所以烦恼,在于记忆。 人之所以放弃,在于选择。 21. 人之所以宽容,在于礼解。 21. 人之所以为人,在于感情。 21. 人之所以充实,在于过程。 21. 人之所以成功,在于勤奋。 21. 人之所以幸福,在于知足。 22. 我们总有千万个借口去远方。 22. 远方就得了你吗? 22. 这个时代,旅行的意义被过于夸大。 22. 跟心上缘有摩擦了,跟上思有矛盾了。 22. 最后大家都被起碑包围入旅途。 22. 在生活一环糟的情况下,旅行是为了缓一缓,回去重新处理烂摊子。 23. 人最大的魅力,是有一颗阳光的心态。 23. 心无所求,便不受万象千伴。 23. 心无千伴,作也从容,行也从容,不生优雅。 23. 一个优雅的人,才是魅力十足的人。 23. 容貌难天成,浮华在身外。 23. 心满是阳光,才是永恒的美。 24. 二十四人在身处逆境时,适应环境的能力实在惊人。 人可以忍受不幸,也可以战胜不幸。 因为人有着惊人的潜力,只要励志发挥它,就一定能度过难关。 25. 一个有梦想的人,是无法兴许平静的。 他开始变得躁动不安。 梦想列车乘车乘在着的旅客,不止我一个,前行的路上,总是有这马一个群体,别人家的孩子,若急若疑的出现在我们的生活。 26. 不要太在乎自己的长相,因为能力不会写在脸上。 27. 每天多做一点点,就是成功的开始。 26. 每天多创新一点点,就是领先的开始。 26. 每天多学一点点,就是进步的开始。 26. 每天多进步一点点,就是卓越的开始。 28. 总有一些事,我们不愿它发生,却必须接受。 28. 总有些东西,我们不想知道,却必须了解。 28. 总有些人,我们不能没有,却必须学着放手。 28. 人知,能自己去成全自己,这是现实。 28. 而就在有些人眼,它自己是一颗珍珠。 28. 在有些人眼,它自己是一块石头。 28. 有的时候,必须明白自己是普通的石头,不是价值连成的珍珠。 28. 要出人头地问顶成功,需要有出类拔萃的资本。 28. 资本有了,做事胜算也就大了。 30. 只有胜利才能生存。 30. 只有成功才有代价,只有耕耘才有收获。 30. 老苏梅,叫的是粉丝也按赞。 30. 追踪,优质,好,文。 30. 资本有了,请订阅。 30. 温兴,感人,历志,会,管家,社团。 30. 阅读,历志,小品。 www.facebook.com.group.heart.tw 摩 和 波 者 波 罗